下面讲解一下 这是一个动氧快氧泡泡 的仪器的安装和操作 这是一个主机 显示屏 这是两个手柄的一个支架 这个是射频手柄 这是一个动氧手柄的支架 这是背面的话 就是一个配件的连接口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动氧手柄的一个接口 这个手柄是一个射频手柄的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是一个电源线 电源线的一个接口 这是一个开关 现在是关闭状态 下面这些是一个配件 这个电源线呢 连接在后面就可以了 直接是接在它下面一个 电源的一个位置的圆孔的地方 这是一个动氧手柄 接在后面那个 右侧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要配合这个 这个特殊的一个产品 配合这个特殊的凝胶使用 把这个手柄是一个射频手柄 配合普通的凝胶就可以了 下面安装一下 这是一个射频手柄 这个接口呢 这有一个突出的位置 接在这个 这个孔的凹槽的位置 第二个接口 第二个接口 卡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动氧手柄 这个同样这个接口 这个槽突出的位置 对应这个接口 凹槽的位置 第一个接口 这些是下面的位置 然后按后面的一个红色按钮 唯一的状态就是开机 然后下面这是一个主操作界面 你点击进入 这两个是一个仪器的设置 不要点进入 这是一个动氧的一个操作彩蛋 这是一个摄屏的一个操作 点动氧 下面有一个患氧 然后这个是一个美白 再加上一个皮肤按摩 这三个患氧 美白跟按摩功能 这个摄屏手边的话 就是一个脸部 脖子 还有全身 还有就是一个手心 手面 手心手背的 下面先 点进去动氧操作 这个操作上面是调节能量 最小是一 最大是十 这个下面就是说 是一个设置的一个时间 倒计时 最大是二十 然后这个动氧手边一个操作的 一般的话就是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现在显示这个状态 是这个手柄 这个手柄呢 现在是闪为绿色的 直接按这个 电源的按钮 第一个按钮 上面第一个按钮 这仪器都开始操作 下面这个加和减呢 就是调节那个 手动调节它的能量 加跟减 闪为绿色 绿色闪灯的状态 然后按开关 现在就是一个震动了 然后下面开始一倒计时 操作过程中可以暂停 也可以直接点击 按的 退出 再点击 同样的 调节能量 最大是十 这个是 就是设定时间 最大二十 一般的话操作的话 也是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点击这 这个手柄开始闪烁 上面开始倒计时 可以暂停 可以 退出 这是一个炖耳手柄 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需要配上这个产品 这个头直接按在这个上面 把这个头 取下来 这个是一次性的 就一个客户做一次 而这个手柄 一个射边 手柄 就这个按 点进去 脸部的 这个 这边左侧的话 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等级 低能量 重等能量和高等能量 你选择低能量的话 它起调 就是说 起调到三十 这个起调是六十 起调七十 这是能量 这个下面同样是一个设定的时间 做脸部 皮肤的话 就可以 十五到二十五分钟之间 都可以 然后这个上面 面部开始涂抹 凝胶 然后点击 下面这个绿灯开始闪烁 手柄上第二个绿灯开始闪烁 按开关 显示会蓝色状态 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是射屏手柄 射屏操作 脸部 能量可以调移表 时间设置为10分钟 5分钟就可以 先设置为来色 下面操作这个动氧 选择这个 能量调节的话 一般调到3到5都可以 时间可以设置到15到8之间 我们现在可以 要把这个头更换上 这个直接打开 眼睛开始 打开 按摩的时候呢,直接选择另外一个头 这个头直接在皮肤上设置好参数,设置好设定的时间,铁点开始 按摩就可以了 可以配合上凝胶,然后推出最初的界面,然后直接关闭后面的红色电源显示为O型,然后就可以了